2021年过去了 2022年到来 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跨年庆祝 其中前著名球星贝克汉姆 与家人们一起放烟花庆祝 期间还引发争议 那就是在放烟花的时候 贝克汉姆亲嘴女儿小七 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 引发争议 这是两人搂着 背后就是燃放绚丽的烟花 两人庆祝新年到来之后亲嘴 以往贝克汉姆和小七的视频 大家都表示羡慕小七或者调侃 贝克汉姆女儿女等等 但小七已经十周岁了 这样的情况下依旧亲嘴 也被不少人的批评 其实这并不是贝克汉姆 第一次因为与女儿小七嘴对嘴亲吻 而引发争议了 最出名的是2019年 当时电视台名嘴皮尔斯摩根 在节目直接点名 抨击贝克汉姆的行为 甚至还用了毛骨悚然 恐怖怪异这样有些夸张的词汇 表达了自己对于贝克汉姆亲吻 当时已经8岁的女儿 这在当时引发很多人的热议 舆论也是两极分化 有支持贝克汉姆的 也有抨击她这种行为的 而当时贝克汉姆 就进行了霸气的回对 他直言自己会亲吻 每个孩子的嘴唇 而且这就是自己和老婆 维多利亚宠爱孩子的方式之一 当然贝克汉姆也表示 自己的长子布鲁克林已经成年 所以这样的行为会觉得有点怪 很显然贝克汉姆 丝毫不介意外界的批评和争议 他依旧做出这样的行为 表达对于女儿的宠爱 而小七也是贝克汉姆家庭中 最小的孩子 也是唯一的女儿 自从2011年出生 小七就是几万千宠爱于一生 贝克汉姆对于女儿的爱 也是有目共睹的 包括给她买矮脚马作为生日礼物 甚至在生日当天 与真正的公主一起在城堡内玩 还有各种花式宠爱女儿的方式 也是公认的女儿奴 所以说贝克汉姆 不会介意外界的眼光和批评 她有自己挨孩子的方式 虽然一部分人觉得没有问题 还有皮尔斯等人觉得不合适 但贝克汉姆依旧会这么做 本来的女儿 是梦子的一部分人觉得不合适 变得不合适